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关于打鼓的很多有趣的事情,好吗? 我没迟到,我是刚刚手机卡住了,死机了 然后都听得清吗?卡不卡呀? 是我卡住了吗?应该没有 OK,好 然后 OK,不卡就好 关于打鼓有好多有意思的事情,其实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如果要是分享的话,我们就可以从最开始的时候分享 就是,我09年的时候,要去学打鼓之前,其实还挺波折的 当时我爸带我在北京,然后,他有天,就,我有天跟我爸说,说爸,我想学那个架子鼓可不可以 因为小的时候,我是被迫学的小提琴,但那个时候我一直想学架子鼓 然后就没有,没有这个机会,然后我说我想去学 然后我爸说好啊,然后就直接就在手机上搜了最近的一家学打鼓的地方 然后我就一直在那儿开始了我学打鼓的这,这叫什么,职业生涯嘛 反正,就感觉挺天意的 然后那个时候,那所学校都是学习那种重金属的 我什么都不会的时候,直接去打那个重金属 然后就感觉,心好累,我跟不上 就是打中金属是要很快,然后速度,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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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很快,脚也要很快,很有力量 然后是,如果再纯粹一点的那种风格的话,其实是要留那种长长的头发可以甩起来的 我觉得那样的鼓手就很Metal,很中金属 然后后来我考,我一考考到了吉林艺术学院 然后就认识了我的师哥,我的老师,然后还有我们的院长 然后非常感谢我的孙院长王老师,然后我的大为师哥 然后博文师哥,还有宾河师弟 反正我们师兄弟四个人就像唐僧,猪八戒,然后沙阿僧和白龙马 我们就后来都一直在北京闯荡那种感觉 反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琴房在吉林艺术学院的五楼 然后我们学校是每天十点封琴,不是封琴,封教学楼,封琴房 然后我就会为了能多练一会儿,然后明天早上可以早一点起来练 然后不用那个浪费时间在路上,我就会偷偷 我就会偷偷地那个,偷偷地住在我的琴房里面 因为我偷偷地放了一个沙发,那个沙发其实晚上就可以当床住 然后我就经常打耕的那个,就是安保的大爷,然后过来敲门 问里面还有人吗? 然后我就,那半个小时我就一声都不出 我就在那个,在琴房里面安安静静的 然后等那个茶楼的房安大哥大爷什么的都查完了之后 我就站在里面写些谱子,然后准备睡觉 然后睡完之后早上七八点钟就可以开始练了 我就一直偷偷睡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知道吗? 我是第一次公开这件事情 我感觉这么多年过去了,学校也不会再追究我了 然后还有什么事情 然后等我到大四的时候 我是提前把大学的所有的课都学完了 就全都通过了 然后我大四除了毕业论文以外就没有什么课要上了 因为像艺术专业的话,其实主要课都集中在前三年或者前两年 然后我到大四的时候我就申请去国外进修 然后我就去了 然后我在那个,我说了好多人后 我想休息一下,我讲得好累 我继续啊 我到了MI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我可以 24小时琴房这件事情 我可以实现了 因为MI 就是24小时琴房 凌晨三点,四点都可以练 所以我就 不用再偷偷住在琴房里面了 然后 那个时候 经常 就我好喜欢半夜练 就半夜练 半夜练 所以经常 我是凌晨去 练到三四点钟 我经常 那个 当时就 总有一个感慨 就是 那个 记得 柯比说 见没 谁 意思就是 谁见过 凌晨四点钟的洛杉矶 应该是这样的话 我说 我当时说我经常见 我当时住的地方 是租的一个公寓嘛 然后 就在学校对面 所以 经常就是 练到凌晨三四点钟 然后 过好莱坞那条马路 叫Hollywood Bloomer 然后 过了去之后我就到家了 所以还挺方便的 像 国外的 我这个 我国外的这座母校 MI 它是 不太支持 不太提倡嘛 学生 住学校的 宿舍 因为 学校宿舍 本来就少 然后还贵 然后 所以我们 所有的 几乎所有的学生 都 会在学校附近住 经常是 租一个 叫 比如说 One bedroom Two bedroom 就是一个客厅 带一个卧室的那样的房子 或者是 一个客厅 带两个卧室的那样的房子 然后 其实是我们大家都 在里面 混 没耍到 我们在里面就是 比如说 客厅睡一个人 然后 卧室睡一个人 大家那种 挤在公寓里面 我反正当时 刚 刚在那边的时候 然后 是 客厅里面 因为客厅比较大 客厅睡两个人 然后 卧室睡一个人 所以我们就 三个人一起住 这样 房费平摊下来 还挺 还挺 能接收的 不然实在有点太贵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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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演出 其实我是 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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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我故事都讲差不多了 我可以喝水吗 我等一下喝口水 谢谢 然后关于我打鼓的有趣的小故事呢 我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 嗯 然后 我回复 我看看 我看到了好多大家给我的留言 然后我想给大家读一读 嗯 热爱 坚持 勇气 拼搏 因为你 让我对许多事情有了坚持下去的力量 因为你 让我对许多未知有了勇敢一世的激情 你的古典 在我的心中激起波浪 浪花翻起 乘风破浪 谢谢你 如此优秀 让我遇见你 谢谢你 热血追梦 给予我勇气 和你一起成长 变得更加优秀 和你一起演变各地巡演 去看每一场有你的演唱会 永远爱你 嗯 嗯 嗯 我看到 我看到 谢谢这个 留言 然后 嗯 我也想谢谢你 对 其实 嗯 我觉得 很多像 坚持啊 勇气啊 拼搏这样的事情 都是因为 有热爱作为前提吧 所以 我觉得 你把热爱放在了 这四个词里面的 第一个 我觉得 我很感动 我觉得 很好 然后 我没觉得 我有 多 多辛苦 我也没觉得 我有 比别人 多什么的 优势的 什么东西 只不过 我是因为 我足够 热爱吧 然后 我觉得 演出是 巡演是 乐队和大家 保持沟通 保持 连接 最好的方式 我觉得 乐队一定要 有巡演 然后 有自己的作品 对 所以 我相信 我接下来 我会在 这方面 把我的热情 把我的力量 全用在这个上面 我希望是 如此 然后 然后 第二条是 吴宇彤 别跑了 慢慢走 我们会给你修图的 你超帅的 让我们好好看看好不好 我现在已经不跑了 那个时候 是因为 不太 不太习惯了 然后 怂 想闪躲 想 就感觉 跑得足够快 黑照 就追不上我 给胡宇彤的 五二一三行情书 喜欢是包容对方偶尔任性的胡闹 看到他的小宇宙 成为同目 让他有所依 我觉得我也有的时候挺 任性的 所以就还算是 偶尔任性 胡闹 然后 哇 我发现了 这里面藏着我的名字 第一行有那个 第一行有胡闹 第二行是小宇宙 第三行是同目 我发现了 是胡一同 还挺能整 行行好 因为我一看到同目 我就感觉好别扭 没有人这么叫过我 就感觉好生命的给夹上了 阿同目吧 铁臂阿同目 也行啊 铁臂阿同目 然后 第四个是 哇 是诗 等一下 我先看看 有没有我不认识的字 我先试一下啊 容淡美脸星 垂姬鼓声昂 永叹 见风生花 红铃难断 诗 诗 人 人 一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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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棒总办 别鼓棒总断就行 别鼓棒总掉就行 我仍然会爱你 好好好感动 谢谢 我感觉挺有文化的 挺感动的 谢谢 我回去再好好读一读 品一品 然后接下来这一个环节呢 我邀请了我的一个小伙伴 你们能猜到是谁吗 和我来一起 他会跟我提出一些小问题吧 然后我的小伙伴 他就是我们的气运联盟主唱兼BASS 马哲 然后 那个 是不是有问题 对啊 我就是今天的特派小记者 马哲 你的粉丝有很多问题都想问你 偶尔了 那我来替他们问你一下吧 行 看见我的脸啊 好 第一个问题 大人 你喜欢大家叫你什么 老胡 小胡 胡总 童哥 你有没有什么 大家不知道你的那个外号 我之前 我不太care大家叫我什么 我现在想让大家叫我弟弟 弟弟 好 因为为啥呢 我觉得 当哥有点累 当弟弟 当个团宠什么的 挺幸福的 没那么多操心事儿 所以 什么 小胡 小胡 老胡 胡总 童哥 我觉得 胡弟也行 胡弟 你问那我们就叫胡弟 公平扣一个胡弟 来 来 第二个问题 平时会锻炼身体吗 比较喜欢什么运动 可以分享一下 你平时健身的经验 我 我其实除了那个 做一些 那些器械的 或者是 有一些 就是 要什么 鞠铁 然后 我 我今年 在 来 明日高校之前的几个月 我每天都会跑 然后 我家 那边有楼下 正好有一个小公园 那个 湖一圈是五公里 对 我每天就会跑五公里 每天五公里 每天五公里 还挺 因为 我觉得慢跑这个东西 它对那个整个 身体素质 什么体力啊 人的状态啊 包括 控制体重啊 都挺好的 所以 我还挺喜欢 因为觉得太累 就每天当成一个 放松的时间去做 如果大家 如果大家 有时间的话 有 有 场地的话 其实 可以尝试着去 慢跑一下 跑步一下 就挺好的 可以分享一下近期的歌单吗 近期歌单吗 当然是 气韵联盟的那几首歌 彩根的歌 我也很爱 无名之卑 你是谁 然后 对了 刚才说到健身那个 对了 我想跟大家 坦白一下 就是我最近 大概胖了 也不太多 就七八斤吧 为啥呢 是因为 就每天的工作呢 比较 两点一线 然后 没有时间 锻炼 然后我去年就很瘦 然后 去年那段时间也是同样 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但我却很瘦 是因为 我那段时间 我很控制饮食 但是我觉得不好的就是 那段时间控制饮食 我虽然整个人很瘦 但是我抵抗力就会下肩 我经常会 嗓子不舒服 然后 经常会 比如说有点头疼 然后没力气 所以我 我今年 就是也很忙 然后 但是我想多吃一点 保证一点体力 结果一不小心 胖了这么多 我争取吧 我争取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瘦回去 想要尝试不同的发型 有没有什么做发型的小秘诀 分享给大家 我的头发 你看我这头发 刘海都长成啥样了 就是 明日高校每一次的 剪发时间呢 都是在公演 像我这种 对 就是 平时我们也没有时间 也没有机会去剪头发 然后 所以我们 剪头发的时间 都是固定在公演前几天 然后会有 老师帮我们统一剪 然后我呢 好像就是头发长得 比较快的那种 然后 所以每次都撑 马上到下次公演之前 我的头发就 没有 长得好快 嗯 我倒是挺想学自己剪的 我怕给剪毁了 我尽量 学吧 我也知道我现在头发挺长的 我也想剪 我真的想剪 我烤了 我烤了 挺有梗 挺有梗 你是在 我烤了 我也烤了 压力大的时候 会通过什么方式去调节 是发泄还是默默的消化型 我吗 我的消化压力的 化解压力的办法 就是收拾房间 收拾所有自己的东西 我觉得挺好的 也不打扰别人 最近发现有点爱吃东西 那是发泄型还是默默消化型 默默消化型 反正吃东西也是默默消化 那我还有一个 有一个事啊 这块有一个 泛创视频 需要咱们来观摩一下 好吗 我们来看一看 怎么看 这样看 这样看 这是紫锡老师的声音吗 可以来到明月的高校 是 默默默美大成腿的 童子 童子 是 爱说东北话的 张家祥圆圆 你们明天好 是 默默的衣服 还不错 可以吧 大周五 大步走 就是这样 大周五 十五万人 九阴天 入虚 成尹破天 太猛了 大周五 三 大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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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碗吧 你看我的脸会变色 挑战你一下 反正 我看完了 我问 我问 就整天好 整天好 有点 我一会再看看 没太看明白 我回头再看看 我们这次的直播就 我不是不走心 我是没看懂 我等一下 再尝试去盖一下 那个点 所以我们 还是要感谢大家 然后 我们这次的直播就 先到这里 然后 先再见了 再见 再见 你不要动一下 怎么关呢 又是想出个小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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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